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东局势 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伊朗问题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中东问题特使乔治米奇尔将在几个星期后重返中东地区 米奇尔星期一刚刚结束中东之行商讨加沙停火问题 克林顿说 我们希望促使各方平息争端的努力能够生效 但是哈马斯知道他们必须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乔治米奇尔对解决中东问题表达了乐观 通过耐心决心和不懈的外交努力 我们能够取得进展 能够帮助这个地区实现各方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与稳定 英国外相米利班德作为第一位和新任国务卿克林顿会晤的外长 在举行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 他谈到了伊朗问题 我们谈到了伊朗核问题的重要性 谈到要和其他国家一道 让伊朗确实看到其目前所作所为的代价 同时也看到如果他愿意承担国际责任 就会成为国际社会受欢迎的一员 在行使责任的同时也能够行使权利 在会晤英国外相几个小时之后 克林顿国务卿还会晤了德国外长史坦迈尔 史坦迈尔坦率表达了他对伊朗最近成功发射第一颗自制卫星的关注 认为这令人深感不安 伊朗发射卫星的消息公布以后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国家具备的技术能力 这迫切需要我们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加强对话 在伊朗问题上我们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需要多国的参与 克林顿国务卿说 我们显然从非常广泛的议题上关注伊朗 不限于任何单独世界 我们一直在权衡如何接触和影响伊朗的最佳途径 奥巴马政府已经考虑任命一名伊朗问题特使和伊朗展开公开对话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前国会参议员达什勒提出放弃奥巴马对他担任卫生部长的提名 原因是他因曾经延误交税而受到质疑 星期二早些时候 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首任总绩效官的女提名人 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主动放弃接受提名 奥巴马表示自己把事情搞糟了 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 前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什勒 曾努力保住自己的提名 他似乎仍然得到民主党人的支持 此前 他曾经与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成员举行了不公开的会晤 被奥巴马提名担任卫生部长的达什勒 因为挽交12万美元的税金而受到质疑 挽交的部分税款涉及他应该为自己所使用的专车和司机所交的税款 星期一 达什勒承认了错误 我诚恳地向奥巴马总统我的同事和美国人民道歉 当时奥巴马曾表示绝对支持自己的提名人 星期二 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说 达什勒给奥巴马打了一个电话 达什勒发表了令人震惊的通告 他将放弃提名成为当天第二个退出的提名人 奥巴马在接受主要电视网采访时表示自己搞糟了 最终我为目前的状况负责 当天早些时候 奥巴马提名担任首任总继校官的南希克勒夫也放弃接受提名 总继校官的任务是铲除效率不高的政府项目 但是他自己却出现了税务问题 若干年前他没有为自己家里雇佣的人交纳失业补偿税 上星期财政部长盖特纳虽然也曾补交三万四千美元的联邦税金 但是其提名却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奥巴马承认 对一个承诺采取严厉道德规范的政府来说 这三个人的例子释放出的是错误的信息 达什勒当然知道这些 我认为他自己做了评估 认为这的确会招惹是非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美国人民了解 我们不会实施两种规则 每个人都有责任 目前的状况我应该负责 白宫对提名高级官员的背景审核程序是否有问题的质疑 没有发表评论 而只是说 我们负完全的责任 作为前国会参议员 达什勒深受其同事们的爱戴 但是共和党人发出信号说 他们将阻挠对他的提名的批准 科伯恩参议员说 这是逃税行为 如果你不报所得税 就是逃税 经过了这一切 参议员继续努力推动经济刺激计划 奥巴马总统则表示 重要的是要抓住自己政府的中心议题 使经济步入正轨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召开的峰会上 建立全非管理机制的提议 在利比亚总统卡扎菲 以及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 僵持不下 星期二的峰会结束时 卡扎菲和非盟的新任主席 愤而退场 之前的几小时讨论 并没有产生一致的意见 使得会谈延长到当地时间 午夜之后 非洲大国的领导人 拒不同意把这个统一整个非洲的提议 纳入这次峰会的最后的公报 某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 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领土主权 有关这一事项的表决 已经被推迟到星期三上午进行 把这次峰会延长到第四天 斯里兰卡总统拉加帕克萨说 斯里兰卡政府几乎打败了 为建立统一家园而战斗了几十年的 泰米尔反叛武装 拉加帕克萨今天在发表国庆讲话时 说了这番话 与此同时联合国说 有52名平民星期二 在斯里兰卡北方战区内被打死 国际红十字会早些时候说 平民们星期二开始逃离 斯里兰卡北方一座拥挤的医院 这座医院星期天上午以来 至少四次遭到炮轰 至少12人被炸死 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都指责 对方炮击医院 斯里兰卡政府军最近几个月来 把泰米尔蒙湖反政府武装 包围在面积为300平方公里的 北方丛林地带 一同被纹困的还有数万平民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释放了 已经被拘押了七年的前省长贾拉 这个反政府武装力量 星期二在瓜维亚雷省乡村地区 将贾拉移交给国际红十字会 协助调停这次释放的左派 反对党参议员科尔多瓦 当时也在场 一架直升飞机把贾拉送往 梅塔省的比亚维森西奥市 贾拉在比亚维森西奥市的记者会上 批评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多 乌利维 乌利维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要求 在一个非武装区举行谈判 贾拉还说 这个反政府武装力量很强大 要解决人质问题 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谈判 乌利维总统没有立即 对贾拉的讲话做出反应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